110年花莲蓝亭大会硬笔书法 书法全国赛 20号在花莲献立体育场登场 今年扩大举办第二届的全国赛 吸引全国各路好手到花莲一较高下 包含国小、国中、高中以及社会人士 其具书写千年的中华文字之美 现场学校表示 花莲基础教育中是文武兼具 如人是读经教育里的孩子们 站在中华民主贤人的肩膀上 接受熏陶或是书写过程当中 学习大学之道 定进安履德 学习孩童透过生命教育在行坐卧之间 表现美好的生活智慧 今年扩大办理 尤其又把我们的书法也把它加上来 希望让安华民国的国粹 能够再一次展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让国粹成为艺术生活化 生活艺术化一个很好的境界和桥梁 我想中华的书法在世界上是文明的 身为中国人身为我们自己是颜黄的子弟 一定要会解书法 这是这位阿姨希望的 另外花莲的教育 我们希望孩子成为文武兼具的孩子 所以德智子群美 领略圣御书术 我们都希望让孩子能够在各方面完整地被启发 文圣职则始 职圣文则也 文职敌敌敌然后君子 我们要学位成为君子 所以无论是在我们的读经教育 已经推动了十多年 明年下个礼拜 即将是全县的我们的读经大赛大会堂 这一次也横跨了我们全国来到花莲来会堂 让我们能用我们的读经来做交流 另外在我们的这个城市语言 以及就是教育我们的孩子成为未来的国家动力 适应未来的任何之所需 以及混乱 所以对于城市语言教育 科技教育 花莲先生也 这个绝不放松 而且走在最前面 现代人有很多使用电脑打字 藉由蓝亭大会的办理 让写字从根基做起 鼓励大家专注在写字的时间里 一笔画写出自己的美感 进一步让书写成为每个人的快乐的全员 抛转运培育出无数的王羲之 读书法之美全台振放 谢谢大家 欢迎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